现在的香港社会有人在鼓吹暴力主张违法达意 请问发言人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们想说的是任何主张 无论自认为它的目标有多么崇高 都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进行 更不能诉诸暴力 暴力就是暴力 违法就是违法 其性质不会因为它标榜了什么目标 而有所改变 我们注意到近期香港社会各界多次发起 守护香港的大型集会 呼吁维护法治 反对暴力 这代表了香港社会真正的主流民意 中央政府坚定的支持香港警方 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暴力违法行为 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保障市民 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关注您的资源 优优独播剧下来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